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恐怖电影《鬼娃回魂3》 根据第二部的讲述,最后雷被男主和凯莉杀掉后 娃娃制作工厂为了平息杀手娃娃的事件,工厂停业了很久 直到现在,制作厂的幕后大boss为了自己的利益 决定重新开始制作娃娃,于是雷又被复活了 就在公司科大老板拍手叫好的时候 大boss老头把娃娃带回家,当然也包括雷 这个雷真是生命力顽强,这才第三部 据涛哥了解,还有三部雷都会复活 回到家后,老头又是看电视,又是打高尔夫 生活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还是一样被雷给杀死了 然后雷又在电脑里查到了男主安迪的所在之处,肯特军校 在这里,涛哥不得不吐槽一句了 既然娃娃都被弄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把它修好呢 画面转到军校,这时的男主已经长大成人 在按军校规定剪头发的时候,遇到了一年级的小兵,小黑 看到这里,涛哥似乎明白了 怪不得爱情工艺里的小黑不露面 原来是穿越到美国当兵去了 剪了一个士兵头的男主,显得更加帅气了 男主回到寝室后,遇到了被上校欺负的小卷毛 两人自我介绍后,就去集合了 然后又遇到了故意欺负新兵的混蛋上校 和乐于助人的长发女 训练解散后,小黑在快递处帮男主运送快递 可能因为快递太大了,而军校的人也不是太友好 所以一路上磕磕碰碰的,就把快递给摔坏了 结果看到了里面的包装 原来里面是公仔娃娃 小黑因为自己太喜欢了,所以就把娃娃留了下来 涛哥友情提醒大家,带去快递的小伙伴们 拆别人的快递是不道德的哦 而且没有可能触犯法律的底线 小黑把娃娃带到武器库后 雷就从包装里蹦了出来 两人交流过后,雷就有了新的目标 就在雷准备念咒语进行灵魂互换的时候 军校的长官来整理东西 看到娃娃后,就把娃娃扔进了垃圾车 在这途中也被男主看到了雷 然后心里顿时很方,嗯,也对,换作涛哥,我也方 长官把娃娃扔进垃圾车后就走了 就在这时,雷突然大叫救命 引来了开垃圾车的司机 但是这司机貌似脑子不太好使 听到求救就进去找了 结果被雷杀死在了垃圾车 晚上男主回到宿舍开始整理东西 却被藏在床底下的雷给刺伤了 然后雷告诉男主说自己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小黑,男主对雷发誓说会保护小黑的 两人的争斗引来了混蛋上校 而混蛋上校还带走了娃娃 并说会送给自己的妹妹 男主不想混蛋上校挂掉 于是半夜偷偷溜进了上校的宿舍 就在男主找雷的时候 雷突然从背后出现 吓得男主一屁股坐在了上校的床上 惊醒了上校 雷也趁机逃走 上校因为男主闯进了自己的宿舍 惩罚了同届所有的士兵 而雷此时却去找小黑玩耍去了 就在雷找到小黑的时候 长发女带着闺蜜来查看男主的资料 看来长发女喜欢上了男主 后来又遇到了小黑和雷 长发女不知道娃娃的秘密 就给雷化了个妆 看到这里 涛哥真的很害怕雷突然苏醒杀掉他们 此时他们突然听到脚步声 三人赶紧丢下娃娃就跑了 随后长官来到资料室 看到了被自己丢掉的娃娃 于是就把雷头朝下丢进了垃圾桶 准备离开 但是一转头发现雷居然不见了 正准备寻找的时候 雷突然拿着刀子出现 然后长官居然心脏病突发死了 呃长官 你干嘛在逗我吧 原谅涛哥我不厚道的小偶 第二天 士兵们进餐时 男主去找小黑 让他小心娃娃 但是小黑却以为是男主 嫉妒自己有娃娃 男主无奈只能留下自己的小刀 让小黑保护自己 画面转到卷毛 理完发准备离开时 理发师突然发现了躲在柜子里的雷 因为有剪短发的怪癖 就准备把娃娃的长发给剪掉 但是没想到却被雷给反杀 而这一幕被赶来拿东西的卷毛 刚好看到 吓得急忙跑了出去 接着军队准备去山里训练 而雷却把红队的训练弹 全部换成了真枪实弹 然而他们此时却浑然不知 就这样出发了 俗话说 暴风雨的前一段时间 总是很平静 所以看似平静的一切 危险却在悄然而至 到了晚上 两支军队开始露营 男主和长发女去了小树林散心 两人在这美好的月色下 开始亲亲我我 而这一切都被雷看在眼里 男主回到帐篷 准备说服卷毛和自己一起去救小黑 但是因为卷毛的懦弱 男主只好自己一个人去 男主到了红队的帐篷 才发现小黑已经被雷给带走了 就在雷准备威胁小黑灵魂互换的时候 小黑利用男主留给自己的小刀 刺伤了雷 然后急忙跑去找男主 而这时男主也被蓝队给找到 正准备按逃兵处理 此时小黑跑来求救 同时长发女也被雷给抓到 雷为前男主如果不交出小黑 就会让这里变成一片血海 就在蓝队上校准备上去和雷决一死战的时候 却被红队的上校一枪给射死了 然后才意识到子弹被换成了真的 就在几人埋怨男主的时候 雷丢出炸弹准备和大家同归于尽 这时卷毛为了救大家立刻扑了上去 牺牲了自己 而小黑也趁混乱之时逃进了游乐园的失误招领处 而雷紧追了上来 男主和长发女也紧随其后 就在两人进到失误招领处的时候 发现管理员大叔已经挂了 小黑也被雷逼迫进了游乐场的内部 然后四人开始在游乐场里追逐 到最后男主凭借着自己的机制 在雷念咒语的那一刻 把雷打伤 救下了小黑 还把雷扔进了大型吹风机里 于是雷又被绞成了碎片 最后涛哥不道德的剧透一下 我们雷哥还会回来的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